好,那现在咱们基本上学了有将近两周的时间了,对不对? 好,那咱们基本的开发知识,理论,架构知识,几个重要的框架的基础就已经掌握了。 那掌握了以后,下面就是要勤架练习,提升自己的能力。 完了以后怎么样?把这些知识点融会贯通,变成你自己的。 不然的话我放在这里,还是我的,不是你的,是吧?还是我的。 好,我们现在就实战一下,那是不是第一步先把这个登录功能先变成真的呀? 对不对啊,登录功能要先变成真的。 之前的这个接口里,这个是假的是吧? 这个不需要了啊,删掉。 input这个也删掉啊,没有了,不需要了。 好,service这个user service删掉。 user service input删掉啊,你这个别删了啊。 别你写了,白写,是吧? OK,那么再到这个web程,controller,login controller的user service,就没有了。 这个也删掉。 may倒没什么,login也没什么,是的吧? 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啊,好,那这个时候开始啊,呃,这段先注视掉。 用不上了吗? 看还有哪里有错。 这个要retain一下,是吧? 先retain一个now,没问题吧? 好,先把这个异常都排掉,对吧? 啊,编译,这个叫什么?编译以上都排掉。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登录功能。 登录要怎么登录啊? 要匹配那个用户名 和密码,是吧? 匹配用户名和密码。 好,咱们这个tpuser这里,登录是不是把这个,呃,色客语句写在这里啊? 对,其实呢,这里是一个查询功能,是一个查询功能。 那么,我们就使用,现在是邮箱,是吧? 啊,我们咱们现在是用邮箱啊,那我们就用邮箱来查,所以咱们写一个方法,叫做什么? slacked by email,啊,用邮箱来登录,是吧? 嗯,就slacked id等于slack,这是get啊,get,就, 就只能查一个嘛,登录就一个人在登录,是不是啊?啊,get啊,get by email, result type是tbuser,是不是,slacked, slacked的什么,是刚才这个片段啊,对的吧,片段,把它加进来, 完了以后,from,这个tbuser, as, a,这别忘了,因为咱们的片段里怎么样,都是a开头的,对不对,啊,都是用别名的啊,然后条件呢,well, well,well,什么呀,well,a.email,等于sharp email,可以了吧,就,就不需要了啊,就不需要了,就可以了,好, 有了这个方法以后,回到dao层,这里就是tbuser, get by email,string一个email, 这就是根据邮箱, 查询用户信息,是吧,啊, 根据邮箱查询用户信息,回到service, service注意,这里就不是get by email了,这里是什么呀, tbuser,是不是,login啊,login是需要什么呀, 邮箱,email和什么, 密码的, 对吧,登录不得有密码吗,是吧,好,登录是需要密码的, 那这个就是用户登录, 是不是一个业务逻辑啊, 嗯,那么回到这儿,再去实现这个方法, 登录,怎么登录呢, 是不是根据tbuserdo, 点,get by email, 是吧,email传进来啊, 如果有的话, 就代表这个用户是存在的,对不对, 哎,那,如果存在的话,就是if, tbuser, 非等于none的话, 怎么样, 再来做密码匹配,对不对, 那这里的密码是什么, 是明文密码,对不对, 那是不是要有个,stream一个md5啊, 说要个md5密码, 嗯,md5密码等于什么, 等于, dgst utils.md5dgst as hex, 是吧, 这个password.get by, 这是,md5的,对不对, 有md5之后,就是md5的, 如果啊, if,md5的, 这个值, 和, 和谁啊, 和tbuser的, password相等的话, 是不是啊, 这里就是, 名文密码, 加密, 判断什么, 加密后的密码, 和谁啊, 和数据库中存放的密码, 是否匹配, 是不是啊, 匹配, 则, 表示登录成功, 啊, 则表示允许登录,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return的是什么, 哎, tbuser, 否则就, return了, 就在这里了, 是不是啊, 就return了, 好, 那登录有了, 再回到, logincontroller, 这里就需要自动注入, private tbuser service, 是吧, 再到登录这里, tbuser service.login, 传的email和password, 没问题啊, tbuser, 那这里就是什么, 如果tbuser, 等于等于none的话, 是不是就这一句啊, 就, 登录失败, 否则, 这里是, 登录成功, 这是登录失败, 这是登录成功, 没问题吧, 嗯, 好, 登录失败, 是不是要传个信息, 消息到前面去, 传消息到前端, 是吧, 所以咱们这里需要使用谁啊, 对, 这个做视频的时候, 当时没有忘记写, 忘记说了, 是吧, 做视频的时候忘记说了, 好, model, 这里就是用model.add attribute, 消息, 是吧, message, 是什么呀, 用户名或密码错, 请重新输入, 是不是, 可以吧, 嗯, 好, 那, 那登录成功以后呢, 就是将这个, 是不是放入session啊, 将用户信息, 放入session, 将登录信息放入session, 然后帮我们再重定向到, 到哪里啊, 首页, 是了吧, 好, 下面这一段就不需要了, 那咱们没问题吧, 嗯, 再到什么, 拦截器, 拦截器这里, 这个, 这时候获得的, 就是纯的这个, 是tbuser了, 那这里就得是, tbuser, 没问题吧, 嗯, 再到权限这里, 这也是tbuser, 没问题吧, 嗯,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那就, 是不是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啊, 试一下, 试一下, 然后试一下是, 这里的密码, 我都不知道是多少, 我全都不知道是多少, 咱们创建一个好吧, 那个密码,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 创建一个新的啊, Lucifer, 然后, 这个, 先随便输一个, 123456, 这里输个手机号, 12345678, email, 是不是咱们用邮箱登录吧, 啊, 邮箱登录啊, lucifer, a.funtl.com, 这个是, now, 是吧, 这个是, now, 刷新一下, 没问题吧, 来了吧, 好, 这个有了啊, 现在我就是要, 我, 我密码就用123456, 然后我是不是刚才不是写了一个测试方法吗, 就把那个值弄进去就可以了, 对不对, 咱们的密码不就是123456了吗, so easy啊, 123456, 在这里吧, 测试MD5, 走一个, 这不就是123456的MD5值吗, 粘贴进来, 自动保存了, 如果这里是, 小嘛, 蓝色的啊, 就是没保存状态的话, 保存一下, 好, 这样是不是可以使用luciferatfutl.com, 123456来登录了呀, 嗯, 好, 再回到代码这一端, 就可以, 尝试运行一下了啊, 看能不能登录进去, 好, 那先弄一个错的, 这是错的吧, 这是错的, 登录, 没问题啊, 现在是luciferatfutl.com, 13456, 登录, 可以吧, 哎, 说明咱们登录功能就成功了啊, 登录就成功了, 哦,